第三千八百零一章三份厚礼 听到慕容苍月的话 蒋龙和宋虎他们的目光 齐齐转移了过来 恶狠狠盯着慕容若曦身边的叶凡 狗东西 你不是什么豪门大少 你是来捣乱的 今天来下聘的人非富极贵 是你一个吊丝能得罪得起的吗 我就说慕容若曦小姐再怎么饥饿 也不可能这样饥不择食 给你十秒钟 跪下来给我们磕头道歉 再割掉自己舌头 我们可以饶你狗命 不然今天必死 杨大壮和陈鲍他们全都歧视汹汹 施压想要把叶凡吓得屁滚尿流 不然难解好事被中断的恨意 慕容苍月跟住得意 狗东西 上次看慕容若曦面子饶你狗命 不知道珍惜 今天送上门 那就等死吧 叶凡握着慕容若曦的手一笑 若曦 你看看 这些人的丑陋嘴脸 你真妥协了 那是把自己往火坑里推 慕容若曦苦笑一声 这是我的命 叶凡大笑 那就逆天改命 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让这些猥琐之徒得逞 混账东西 死到临头还敢羞辱我们 蒋龙脸色一沉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了 来人 给我废了它 几个蒋氏保镖如狼似虎冲前 慕容若曦脸色一寒冲了出去 只听砰砰砰几声 三个蒋氏保镖倒地 慕容若曦神情坚定 有我在 不会让你们伤害叶凡的 死丫头 你敢伤蒋少的保镖 你要造反吗 慕容老太君按捺不住 一顿拐杖怒吼出声 马上给我滚上来 不然我现场弄死这狗东西 慕容苍月轻轻一挥手 几十个慕容保镖出现 杀气腾腾靠近 蒋龙和宋虎他们 也勾起一丝冷笑 挥手让自家保镖 堵住叶凡的去路 慕容若曦的俏脸 多了一丝紧张 握着叶凡的手 也微微一紧 老东西 别给我威胁若曦 叶凡直接面对着 慕容老太君喝倒 我再说最后一次 慕容若曦是我未婚妻 今天我保定她了 慕容老太君暴怒 给我闭嘴 来人 弄死 老太君 别生气 我来处理这事情 这时 慕容父拿着手机站了出来 看都没看叶凡一眼 只是盯着慕容若曦出声 若曦 马上赶走狗东西 再给我上来招叙 我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不然我不仅联合大家 一起弄死狗东西 还会让人把你看到的照片中人 现在就丢入虎原围老虎 自己想一想 几头猛虎撕扯一条狗的画面 多么血腥 多么残酷 慕容父看住慕容若曦眠里藏针 十秒钟 你不做决定 就我来做决定 慕容若曦的身躯明显抖了一下 接着振脱了叶凡的手 叶凡微微眯眼 慕容父 你拿什么威胁若曦 慕容父不屑哼出一声 你这种垃圾没资格跟我说话 叶凡 对不起 慕容若曦把叶凡向门口推去 翘脸带着一股子欺燃 谢谢你今天的好意 只是你就不了我 我也不需要酒 这一场招叙大会 是我心甘情愿进行的 不然我今天也不会出现了 你不要再管我 而且这里都是非富即贵 你再厉害 也挡不住他们联手对付你 他推着叶凡的手很是用力 你快走 来世咱们再去前缘 蒋龙和宋虎他们没有阻拦 对于他们来说 慕容若曦把叶凡驱赶出去 远比他们丢叶凡出去更痛快 当然 他们也不会让叶凡全身而退 他们已经安排人手在门口等住 叶凡一旦出去 就会被突入面包车打餐 叶凡倒退了机密 接着稳住了身子 抓住了慕容若曦的手 若曦 你刚才说相信我 那就请相信下去 我今天一定能护得住你安全 护得住你爹妈的周全 他提醒着女人 我刚才来的路上 向王已经锁定你爹妈位置 正派人包围呢 他们很快就没事了 走啊 叶凡不说向王还好 一说 慕容若曦情绪更加激动 我的事情我能处理 不用你操心 他担心叶凡脑子一热去冒险 他派出去的几只佣兵 几次潜入上帝之城都杀鱼而归 他不能让叶凡送死 叶凡突然眼睛一眯 看住昭旭大会四个字 他一把按住慕容若曦的手 若曦 你让我不要管你 那我就不管你 叶凡踏前一步 手指一点高抬 现在 我要参加慕容家族的昭旭大会 你们也干涉不了我 王八蛋 你要参加昭旭大会 宋虎怒目元征 你意思是你要抢婚了 你知道老子是谁吗 我是苏承大少 家财十亿 陈鲍也怒笑出声 你一身垃圾味的吊丝 凭什么跟我们抢亲 老子随便一瓶酒 都够你赚一百年 蒋龙皮笑肉不笑 看来真是不把你打残 不知道什么叫敬畏 叶凡脸上没有畏惧 继续向前喝道 慕容家族不是全程昭旭吗 不是聘礼高者 报的美人归吗 难道我叶凡没有下聘的权利 或者你们慕容家族已经内定 再或者 你们这些豪门大少 担心竞争不过我 叶凡微微昂起头 不然我找不到你们 不让我参加昭旭大会的原因 慕容老太君老脸一沉 混账东西 慕容家族敢公开昭旭 就不会搞内定的门儿子 蒋龙也满脸不屑 我们竞争不过你 你也不撒抛尿照照自己 你还没资格做我们对手 叶凡耸耸肩膀 那不就得了 我也参加 我现在是下聘者之一 你们不能赶我了 不然我就说有黑幕 慕容苍月鸡巢 王八蛋 慕容家族公开昭旭 当然人人可以下聘 但你这吊丝拿得出聘礼吗 不就聘礼吗 叶凡拿出手机拨打了出去 给我送三份厚礼 过来慕容山庄 慕容苍月戏谑一声 吃慕容苍月软饭的小白脸 还三份厚礼 这样装腔做事有意思吗 你别管我 叶凡保持着强势 在大家拿出聘礼后 我如果拿不出聘礼 力压全场 我割掉自己舌头 滚出慕容家族 慕容苍月哼出一声 不够 还要你双腿 好 叶凡毫不犹豫答应 目光一冷 但我拿出聘礼 还力压全场了 就打断你慕容苍月的双腿 慕容苍月想要阻拦 却被叶凡示意安心 好 一言为定 老太君 各位豪少 慕容苍月太想亲手 飞掉叶凡了 还想要把叶凡 踩入尘埃中 当下转身 对慕容老太君 他们开口 今天这狗东西费定了 咱们就不住 急去赶他出去 让他留在这里 见识见识世面 也让他慢慢绝望 不让他看看 什么叫豪门聘礼 他总以为 八万十八万 已经是聘礼极限 慕容苍月安抚着众人 而且今天是招续大会 是大好喜事 招续完毕之前 最好不要见血 慕容老太君 也担心 逼返慕容若曦就点点头 好 就让他留在这里 看看识面 对于他来说 今天药物是拿到高额聘礼 至于叶凡这种小憋三 晚点收拾也不迟 蒋龙和宋虎他们 也都点点头 让叶凡 眼睁睁看着慕容若曦 被自己带走 也是一件 很有意思的事情 当住吊丝的面 玩弄他的女神 想一想就刺激 各位 今天给大家添堵了 事后我一定好好补偿大家 慕容老太君 轻轻嗓子喊道 现在我宣布 招续大会 正式开始 聘礼最高者 当场取走慕容若曦 啪啪啪 蒋龙伸出双手 重重一拍喊道 来人 献礼 人群中很快走出 三名身材高挑的美女 每个人都端着一个木质托盘 托盘上面盖着红布 蒋龙得意大笑 老太君 在下蒋龙 代表安城 蒋氏家族 给慕容家族下聘了 说完之后 蒋龙伸手一线三的托盘的红布 哗啦一声 三尊经佛显出 精光大作 第3802章 聘礼道 哇 看到三尊经佛出现 还无比刺眼 众人顿时一片惊讶 光泽那么耀眼 造工那么精致 一看就是好东西 木龙老太君显然见多识广 微微激动喊出一声 这可是藏的经佛 老太君英明 蒋龙哈哈大笑起来 没错 这就是传说中的藏第三佛 每一尊都是极其罕见的藏经铸造 没有一丝杂志 没有一丝瑕疵 圣洁如雪山 而且有足够的证据证明 这藏第三佛 是秦师王子苍阳家措打造 历史意义非凡 三尊经佛 价值一个亿 蒋龙今天借花献佛 求取慕容若曦小姐 蒋龙猛的一挥手 三名高调女郎 把经佛摆在高台前方的长桌上 让慕容老太君 他们能够近距离审视 金佛 真是惊得啊 慕容苍月按捺不住 激动地上前拿起金佛 感受到十足分量后 恨不得张嘴咬两口 慕容老太君忙咳嗽了几声 苍月 放下 放下 别失礼了 慕容苍月反应过来 放下金佛对蒋龙笑道 蒋少阔气 出手就是一意 若惜有福了 说话之间 他还瞥了叶凡一眼 一副挑衅的样子 讥讽他能不能有这种手笔 叶凡脸上没有半点波澜 扫视金佛后淡淡一笑 东西是真的 只是一个亿单薄了一点 一个亿 听到慕容苍月夸赞蒋龙 颂虎不屑地哼出一声 蒋龙 一个亿你也好意思拿出来 这点钱 也就欺负欺负月薪三千的吊丝叶凡 跟我们竞争 简直就是不自量力 慕容老太君 我没有那么多花招 只有两个亿的支票 花旗银行两亿现金支票 全球都可以自由兑换 宋狐也重重一拍手 一个高挑美女 也端住一个托盘上前 上面摆着两张墨绿色的支票 慕容苍月 见状再度喊叫出声 宋少豪气 宋少豪气 慕容老太君也微微点头 宋少有心了 现在这年头 有两个亿的人不少 但能全球自由兑换的两亿不多 两个亿 陈豹脸上有着不屑 撇撇嘴戏谑开口 宋狐 你说蒋龙吝啬 你其实跟他没啥区别 两个亿 两个亿也好拿出来说 这点钱连慕容小姐的零花钱都不如 而且今天是下聘迎娶慕容小姐 不是竞拍 一点点加价有什么意思 陈豹也是一拍手喊道 来人 把我的聘礼抬上来 很快 两个黑衣猛男 很快抬着一个大托盘上来 上面的聘礼也是盖着一个红布 慕容老太君 陈豹代表陈氏家族 献上春蚕石王一座 陈豹发出一阵爽朗笑声 接着猛地掀开了红色盖布 价值五个亿 哗啦一声 红色盖布掀开 露出一座半米高的帝王绿 非常耀眼 哇 这是顶级帝王绿 果然称得上石王 这种品质 这种体积 这帝王绿绝对值五个亿 看来陈氏家族对慕容若曦是在必得了 五个亿啊 十万岁一个美女 每天一换 能做一辈子新郎 大气啊 大气 在场宾客纷纷议论起来 对陈豹给出的帝王绿一顿好评 蒋龙和宋虎原本也想要积朝陈豹 但看到这一尊春蚕石王 也就收住了话头 他们不是拿不出五个亿 但多少有些肉疼 接着都掏出手机发了一条讯息 询问家族要不要加价 慕容若曦嘴角牵动了一下 看了看身边的叶凡 以为他会紧张 谁知叶凡却轻描淡写 甚至有一份戏谑 好像这些聘礼不值这些钱 也好像他根本不把这些聘礼放在眼里 此刻 慕容苍月再度娇笑出声 陈少霸气 霸气 不出手则已 出手就是五个亿 我等楷模啊 慕容老太君的脸也笑成了花 不愧是温氏的老牌家族啊 陈家底蕴就是强大 哈哈哈哈 就在这时 杨大壮狂笑起来 接着登登登走了上来 他没有废话 直接从怀中抛出一份协议 啪的一声 砸在摆放聘礼的桌子上 老太君 你觉得老牌家族底蕴不错 那是你没有见识新贵的恐怖 五个亿 对于你们这些世家来说 很多 但对于我杨大壮来说 也就是两三个月的利润 我杨大壮 星星王 向慕容家族下聘 大壮集团10%股权 价值10个亿 杨大壮 气吞山河 还有谁 还有谁 话音一落 全场炸锅了 全都惊讶地看住杨大壮 看住桌子上的协议 他们怎么都没想到 杨大壮会直接砸出10个亿 而且是如日中天的 大壮集团股权 大壮集团虽然只是成立了6年 但赚钱的速度秒杀很多上市公司 一年几十个亿利润跟完一样 拿到大壮集团10%的股权 慕容家族家族每年什么不用干 单单分红就有好几个亿 杨大壮展现着年少轻狂 蒋龙 宋虎 陈鲍 你们还要不要加价 我是不介意你们也砸10个亿跟我玩的 对我来说 多出几个亿 也不过是多直播几场 多卖几批槽头肉 话没笔而已 杨大壮一点蒋龙他们吼道 告诉我 你们跟不跟 蒋龙愈怒 杨大壮 别那么狂妄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杨大壮哼道 不狂妄还是年轻人吗 别废话 就说跟不跟 跟不跟 宋虎和陈鲍等人微微皱眉 想要下场好好比拼财力 但想到砸十几个亿出去娶一个女人 又感觉很不划算 而且他们这些传统世家 比人卖比资源可以 但跟风口上的杨大壮比现金 确实有点吃力 就如人家说的 几个亿 也就多卖点燕窝 淀粉肠 画眉笔而已 哈哈 杨绍不愧是新生代的领军人物啊 实力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慕容老太君 也是一阵爽朗笑声 亲自走下高台 拿起股权协议查看 老生佩服佩服 慕容苍月得意望向了叶凡 王八蛋 发抖没有 是不是第一次看到十亿的聘礼啊 你还力压全场 你拿什么来力压这十个亿啊 你也下聘 真以为是你们乡下的姑娘啊 十万八万就是全村冠军啊 慕容苍月气势十足 我劝你马上跪下愿赌服输 我还可以打断你双腿的时候 速度快一点 杨大壮他们这时也都想起了叶凡 纷纷侧头看住叶凡 幸灾乐祸等住他倒霉 慕容老太君啪的一声放下了股权合同 撇过叶凡一眼重重哼道 苍月 你跟一个废物浪费口舌干什么 待会脱下去割掉舌头打断双腿就是 现在 咱们应该恭贺杨绍下聘成功 恭贺杨绍抱得美人归 慕容老太君对住杨大壮一拱手 杨绍 恭喜了 现在我宣布 宣布惜吗 叶凡松开慕容若曦的手 缓步走了上去开口 我吓聘了吗 王八蛋 这时候还装腔做事 慕容苍月娇喝一声 别说杨绍十个亿 就是桌上随便一件聘礼 你都不可能拿出来 叶凡走到聘礼的桌子面前 嘴角勾起一丝细血 这些也算聘礼 在我眼里 他们统统是垃圾 上不了台面 更配不上慕容若曦 说完之后 叶凡猛地一掀桌子 哗啦一声 金佛 帝王绿 支票和股权协议 全部摔在地上 啊 慕容老太君和杨大壮 他们顿时傻眼 但他们又很快反应了过来 一个个像是被开水烫了一样吼叫 王八蛋 你敢废掉杨绍他们聘礼 你是想要现在就死吗 狗东西 我的藏地金佛裂开了 一个亿啊 我要你狗命 帝王绿 春残十亡 你把他摔碎了 我要杀你全家 杀你全家 今天慕容家族不弄死你 我们都要把你大谢八块 蒋龙和慕容老苍月他们暴怒不已 杀气腾腾想要冲上来撕碎叶凡 慕容若曦忙护住了叶凡 不准动手 若曦 我没事 叶凡示意慕容若曦不用紧张 他们动不了我的 慕容老太君嗷嗷直叫 王八蛋 自己拿不出聘礼 就毁掉大家聘礼捣乱 你简直不得好死 慕容苍月也是红住眼睛 狗东西 拿出你的聘礼 拿出你的赔偿 不然你现在就得死 陈豹拿着帝王绿碎片吼叫 这种吊丝 有个屁的聘礼 聘礼道 就在慕容若曦准备带着叶凡杀出去时 大门烹的一声被推开了 一个中气十足的女人声音传来 劳斯莱斯幻影一亮 河畔百年别墅一栋 兰花商业 中兴广场一座 第3803章还有一巴掌 得得得 在场众人听到喊叫动静 齐齐望去 正见门口走入四名身穿旗袍的年轻女子 四女不仅富白貌美大长腿 还展现着撩人的风韵气息 接着 走在最前面的紫色旗袍女子 站在叶凡身边亭下 高声宣告 慕容老太君 我家主人让我们过来 给慕容家族献上三份聘礼 迎娶慕容若曦 还请慕容家族笑纳 说完之后 她也轻轻拍手 三名女伴马上端住托盘走到前面 在另一张桌子放下聘礼 一把金色车钥匙 一张至尊门禁卡 一份兰花中兴广场的赠送合同 什么 劳斯莱斯幻影 河畔百年别墅 兰花中兴广场 这也太大手笔了吧 是啊 一辆劳斯莱斯半个小目标 一套河畔百年别墅三个亿 兰花中兴广场 更是价值十六个亿 加起来都有二十亿了 一致千金不外如此 想不到这世界真有爱江山 更爱美人的主 这个王八蛋来头还真是恐怖 一出手就是二十亿 还风轻云淡的样子 怪不得赶现桌子 看住前面的聘礼 在场宾客又是一阵嘖嘖惊叹 望着叶凡的目光全都变了 蒋龙和宋虎他们也收起了轻视之心 转而猜测叶凡吓死人的来历 慕容若曦更是翘脸吃惊 没想到叶凡能拿出二十亿的聘礼 虽然不知道是怎么来的 但已经让他感动 这怎么可能 慕容苍月最先反应了过来 喊叫一声 就一溜咽下来查验东西 不可能 不可能 他一个吊丝 怎能拿出二十亿聘礼 啊 我靠 这是真的 王八蛋 哎 叶哥 叶少 身藏不漏啊 实力非凡啊 你也是怎么 不早点说出你的身份 亮下我的狗眼 害得我有眼不识泰山 跟你叫板 小妹向你这里赔礼了 等你们大婚的时候 我一定自罚三杯 慕容苍月不仅翻脸如翻书 还能屈能伸 一边摸着聘礼 一边向叶凡道歉 金钱的味道 就是这样让人迷醉 慕容老太君的皱纹 也全部绽放开来 看住叶凡和慕容若曦笑道 若曦 你真是一如既往的调皮 叶少底蕴这么深厚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你这是要给奶奶 和你大伯他们 一个惊喜吗 不管怎样 奶奶祝福你 毕竟能为你花二十亿的男人 绝对是真心对你的 接着他又对叶凡一笑 叶少 不知道你是哪家的子侄 以后大家是一家人了 要多走动走动 能够拿出二十亿作品里的大少 身家至少几百亿 这种级别已算得上大饿了 抱住大腿 绝对能一飞冲天 慕容妇也是眼睛发亮 看住叶凡转动着阴险算计 寻思改天也请叶凡去向国旅游旅游 叶凡没有说话 只是看着不远处的聘礼皱眉 七卖影这是飘了 看到叶凡沉默 慕容若曦声音轻柔 叶凡 谢谢你的聘礼 我一定会还给你的 他不知道叶凡是哪里弄来这些聘礼 但知道自己怎么都要换这个人情 毕竟他和叶凡之间只是假夫妻 一点薄礼 不算什么 叶凡接着对紫色旗袍女郎微微偏头 七曼青怎么没有过来 紫色旗袍女郎刚才被众人的话弄得一头雾水 听到叶凡质问更是一脸不见 什么七曼青 我不认识 我只是受我家主人吩咐过来送礼的 接着又望向慕容老太君开口 老太君 三份聘礼已经送到 我等告退 我家主人随后就到 慕容老太君畏畏一正 你家主人随后就到 这礼物不是叶凡让你们送的吗 紫色旗袍女郎微微皱眉 叶凡 什么叶凡 我一样不认识 慕容苍月追问一声 那你家主人是谁 是我 就在这时 门口又传来一个年轻人的声音 不仅中气十足 还带着一股子嚣张霸道 众人闻声再度望向了门口 只见十几个男女 簇拥着一个英伦风的青年走了进来 青年梳着周润发的大背头 手里捏着一根黑色的雪架 他的脸上有着酒色掏空的衰弱 但样子却是不可一世 啊 钱少 这是钱少来了 钱少大驾光临 有失远因 慕容老太君和慕容苍月 他们看到来人先是一正 接着就马上从高台下来 带着人迎接 蒋龙和杨大壮他们 也都收起狂妄 纷纷让路 还笑容满面打着招呼 钱少好 钱少庭是顽固子弟 但似的姐姐的出色 让在场家族都不敢轻视 慕容若曦握着叶凡的手再度一紧 钱少庭 钱少庭来了 叶凡 你快走 叶凡也眯起了眼睛笑道 我知道他 没事 不用担心 我今天等的就是他 慕容若曦撬脸有些筑疾 叶凡 这家伙是颠子 比蒋龙他们可怕百倍 你还是不要跟他斗 走 快走 钱少庭看着慕容老太君 老太君 我这二十亿聘礼 够不够做惊天冠军 够不够迎娶慕容若曦啊 慕容老太君震惊不已 钱少 这三份聘礼 是你的 钱少庭脸色一沉 这叫什么话 在航城乃至附近十三市 除了我钱少庭能拿出二十亿座聘礼 还能有谁 慕容老太君摆摆手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钱少庭却没理会慕容老太君 而是手指点住蒋龙他们喝道 二十亿聘礼 你们这些垃圾拿得出吗 蒋龙忙摆手回应 钱少说笑了 我一个亿都拿得辛苦 哪能拿出二十亿 宋狐也笑着附和 是啊 二十亿等于我宋家全部加财了 我砸过麦铁也难凑齐啊 杨大壮也是点头哈腰 我钱虽然不少 但一口气拿出二十亿 办不到 办不到 陈鲍更是踏钱一步喊道 恭喜钱少 贺喜钱少 成为今天聘礼最高者 取得慕容若曦 钱少庭满意地点点头 算你们失去 慕容苍月突然给叶凡上眼要 钱少 刚才那个混蛋冒充你 说三份价值二十亿的聘礼是他的 慕容老太君也叶凡横眉竖眼 狗东西吃了豹子胆了 敢贸任钱少的东西 今天非弄死你不可 想到自己刚才讨好叶凡 慕容老太君就充满着愤怒 恨不得一棍子敲死叶凡 什么 钱少庭反应了过来 盯着叶凡喝出一声 兔崽子 你敢贸任我的二十亿聘礼 叶凡一脸不屑回应 你还没资格让我贸任 今天这事 纯粹就是一个误会 区区二十亿 配不上若曦 混账东西 贸任钱少聘礼已经无耻 现在还敢打肿脸充胖子 说二十亿配不上慕容若曦 慕容苍若怨怒笑一声 你那么能吹 怎么不去雷锋塔吹气球呢 叶凡慵懒开口 确实如此 二十亿也入不了我发眼 钱少庭音音出声 小子 你成功地让我生气了 慕容若曦感受到她的阴力 盲站在叶凡的面前开口 钱少 事情因我而起 你冲我来 给我闭嘴 钱少庭啪的一巴掌 打在慕容若曦的脸上 神情说不出的争鸣 贱人 我已经用二十亿取到了你 你就是我的女人了 本少做事 你不站在我这边 还给一个狗东西帮腔 是想要当中绿本少吗 马上给我滚过来 站在我身边做狗 钱少庭喝出一声 不然本少现场收拾你阵阵肤刚 守守慕容家族的规矩 啪 叶凡没有废话 直接一巴掌打飞钱少庭 你先守守我的规矩 众人见状震惊不已 似乎没想到叶凡敢对钱少庭动手 这可是钱家大少啊 不是慕容苍月 打他会死人的 慕容若曦也是微微恍惚 没想到叶凡冲冠一怒红颜 实力不如人 却强势维护自己 让他无比感动 钱少庭怒吼一声 王八蛋 你敢打我一巴掌 你是想要全家死光光吗 你错了 叶凡又是狠狠一巴掌 把钱少庭抽飞出去 还有一巴掌 第3804张 唯叶少聘 啊 看到钱少庭倒地 全场没有炸锅 而是坟场一样死寂 慕容老太君 蒋龙甚至慕容若曦 全都目瞪口呆 难于置信地看住叶凡 似乎都没有想到 叶凡敢当众痛打钱少庭 还是连续两巴掌 这都不是冲突了 而是挑衅了 很快 慕容老太君反应了过来吼道 叶凡 你这个香巴佬 你这样挑衅钱少 是嫌死得不够惨吗 慕容苍月也是利喝 你打钱少 你知道钱少的抵御吗 他是你能动手的吗 蒋龙和宋虎他们全都摇头 香巴佬 不知天高地厚 你今晚一定会被钱少千刀万垮的 慕容若曦伸手一握叶凡手腕 义无反顾站在一起面对风浪 叶凡针锋相对 敢当众羞辱我未婚妻 收拾他天经地义 钱少庭爬起来看住叶凡怒急而笑 狗东西 贸任我聘礼 抢我女人 还打我 我告诉你 闯大祸 闯大祸 叶凡拍拍双手不懈哼道 别说你一个顽固子弟 就是钱家老头来了 欺负我未婚妻 我一样收拾他 他一直不太想跟钱家有过多瓜葛 不管是交好还是冲突 但钱少庭冒出来找死 他也不介意成全他 慕容若曦痴迷地看了叶凡一眼 无理叶凡有没有实力 他站出来保护自己的勇气 都值得他欣赏和赞许 白马骑士 不外如此 废了他 十几个前世保镖愤怒地冲了上来 想要痛揍叶凡 维护钱家的颜面 慕容若曦没有废话 面无表情 直接如入无人之际 从十几人中间穿了过去 每一动一步 就有人嚎叫 每一动一步 就有人跌倒 飞了出去 片刻之后 十几名前世保镖 全部倒在了地上 不断地收缩住身体 口鼻都流着血 啊 这贱人实力这么强 蒋龙和宋虎他们眼中有着惊讶 没想到慕容大小姐并非花拳绣腿 看来十一八亿把他取导手 真是无有所知 只是众人又纷纷摇头 觉得他这种行径 只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灾难 钱少廷也是脸色变了几次 很是憋屈 很是愤怒 但最终忍耐了下来 没再让钱是保镖冲锋 而是掏出手机 发了一条讯息 慕容老太君怒道 死丫头 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你打伤钱少的保镖 你是要害死慕容家族吗 慕容苍月赶紧附和一句 钱少爷 慕容若曦已经是你的人了 要杀要寡 你随便 叶凡上前拉回了慕容若曦 有意无意刺激钱少廷 若曦 你长这么漂亮 可不是用来打架的 而是要用来被呵护的 再说了 你是我未婚妻 动手打人这种粗活 还是让我这个未婚妇来 她抓起女人的手吹了吹 不然伤了你的手 可会让我这个未婚妇心疼的 闭嘴 钱少廷再度安纳不住 指着叶凡怒斥出声 你未婚妻 你哪来的脸说这句话 今天慕容家族招续大会 慕容老太君全程公告 价高者得 现场还有谁比老子的聘礼高 还有谁要继续出嫁跟我比 还有谁 没有人 没有人 那本少就是今天的冠军 那也意味着慕容若曦 是我买下的狗 二十亿买的狗 你这狗东西掏不出半分钱 还敢故意伤人捣乱 你这是破坏我们上流社会的规矩 你这是要跟整个航程 以及附近十八城豪门为敌吗 你以为打我两巴掌 伤我十几个保镖 就能扭转局面 你以为你嘴里喊住未婚妻 就能让慕容若曦不做我的狗 钱少廷满脸猙獰盯着叶凡 你问问慕容若曦 我现在不阻拦她 她敢走吗 敢离开这个大门吗 慕容若曦身躯微微一颤 叶凡握着女人的手鼓励 区区一个慕容家族和一个航程 还困不住若曦 你们上流社会的规矩更是一个屁 我要和慕容若曦离开 这航程没有人能够阻拦 不过为了让若曦风风光光出嫁 也为了让你们不跟苍蝇般纠缠 今天我就用你们的规矩 打败你们的规矩 不就是聘礼吗 不就是驾高者的吗 叶凡落地有声 对我来说 一个响指的事情 慕容苍苑怨怒笑 王八蛋 大言不惭 你有天价聘礼 还会贸任钱少聘礼 叶凡淡漠开口 贸任聘礼 我刚才都说了 那只是一个误会 区区二十亿 还没资格让我贸任 钱少廷唾弃了一口 狗东西 你不仅是不知天高地厚 还非常不要脸 不然怎能说出这种狂妄的话 我也不想跟你这种狗东西浪费口舌 今天我一定会不惜代价废掉你 还有五分钟 钱家的供奉之一 意见东来 冯供奉就要来了 到时我会让他给你来十个八的血洞 让你知道人外有人 也让你知道什么叫做敬畏 钱少廷脸上有着无比的自信 显然对冯供奉充满着信心 认定叶凡会被他踩入深渊 蒋龙大吃一惊 一见东来 冯供奉 可是那的传说中一人杀百匪 还割掉百人舌头的贱王之王 宋虎点点头 应该是他了 传闻他欠钱老爷子一个天大人情 他退隐下来做钱家供奉很正常 陈暴口前舌燥 天啊 如果是他的话 这小子就死翘翘了 冯供奉不仅剑术抄群 还懂炼制傀儡之术 如果冯供奉把叶凡弄废 然后炼制成行尸走肉 那画面可就太美了 杨大壮眼里闪烁光芒 也不知道那时候 他还会不会后悔今天的狂妄自大 慕容若惜一握叶凡的手 钱少廷 这里是慕容家族 轮不到你撒野 钱少廷宁孝更甚 贱人 怕了 可惜 迟了 你的野男人挑衅我打伤我 你不护着我 还给他出头 真是赤里扒外啊 你等住 我对于你这种剑骨头最有心得 起码有108种 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法子 钱少廷喷出一口热气 今天带你回去 看我怎么弄死你 叶凡又是一巴掌打在钱少廷脸上 我先弄死你 钱少廷踉跌后退 差一点摔倒 慕容苍月愤怒吼叫 王八蛋你又动手 叶凡不屑哼出一声 他要弄死若曦 我当然要弄死他 蒋龙怒笑 王八蛋 如此嚣张 这是不把我们豪少当一回事啊 宋虎爷卷起了袖子 叔叔能忍 婶婶不能忍 钱少 别跟他废话了 咱们一起上弄死他 在场不少豪少气势汹汹 一起上前 几十号保镖也压了上来 听 钱少廷却伸手拦住了众人 还散去了怒火 柔柔红肿的脸颊 冯贡凤很快就要打了 没必要急于一时弄死他 他这样挑衅我 我今天不仅要废他 还要诛他的心 他又偏头对住叶凡 阴笑连连 像是一条即将捕食的猎狗 王八蛋 动不动就打人 看来你真是无能狂怒啊 你放心 你打我的几个耳光 我不找你讨回来 我会十倍百倍地 从慕容若曦身上讨回来 他咬牙切齿 我还会让你活着看着 慕容若曦是怎么被我 一点点撕碎的叶凡声音一沉 你不会有这个机会 甚至你和钱家 要为你刚才的想法 遭受灭顶之灾 一个吊丝也敢威胁我 钱少廷吃笑出声 我娶了他 通过他掌控西湖集团 吞并慕容人脉 你能把我怎么样 我把他天天关在房间里 给他带上狗圈 有空没空打他弄他 你能把我怎么样 我玩腻塌了 把他送给其他相同兴趣 我大少玩弄 给我和钱家赚十亿二十亿 你又能怎么样 这就是权势 这就是豪门 你这个只会无能狂怒 动手打人的废物 什么都改变不了 钱少廷手指一点叶凡 什么都改变不了 叶凡眼神冰冷 很好 你彻底葬送了自己和钱家 一百万聘礼都拿不出的废物 你根本就没实力说这句话 钱少廷狂笑 老太君 告诉我 告诉大家 现场谁的聘礼最高 谁今天把慕容若曦带走 慕容老太君豪气挥手 二十亿聘礼 当然是钱少最高 也当然是钱少带走慕容若曦 这话说早了 就在这时 一个清脆又霸气的女人声音从门口传了进来 百花六星宁航一间 四海百吨金矿一座 青帝千亩地皮一块 七万青的声音席卷全场 千尹集团七万青 写百亿好礼 为夜少聘 第三千八百零五章 何须向你解释 百花六星宁航 四海百吨金矿 青帝千亩地皮 听到七万青的声音和聘礼 众人全都大吃一惊 纷纷扭头望向了大门口 SOM身材高挑 翘脸冷冽 气场强大 七万青带着侵略性的气场走入了大厅 西湖集团是航城最大最富有的企业 千尹又是西湖集团的大股东 而七万青又是千尹集团的董事长 所以在场不少人都知道七万青的存在 这是能够决定西湖集团董事长去留的人 众人顿时炸锅 什么 千尹集团董事长来了 还携带百亿好礼替人下聘 百亿啊 这可不是一百块啊 我原本以为钱少的二十亿聘礼 已经天下无敌 没想到七董直接来个百亿 只是这叶绍是何方神圣 怎能让富可敌国背景强大的七董帮忙下聘 莫非他口中的叶绍 就是那个厚颜无耻众矢之地的叶凡 呸 想什么呢 叶凡就是一个吊丝 但凡是七董嘴里的叶绍 刚才又怎么可能贸任钱少的二十亿聘礼 蒋龙和宋虎他们一边窃窃私语 一边皱起眉头扫尸所谓的叶绍 想要看看是哪个通天人物扮猪吃虎 钱少廷也是揉着脸颊眯起眼睛 不知道哪个王八蛋跟他作对 慕容老太君最先反应了过来 带着慕容苍月他们走下高台迎接 七董 欢迎欢迎 大驾光临有失远迎 慕容家族早就想拜访七董事长 感谢你们多年来对慕容若曦的器重和栽培 可惜一直没有机会 今天难得一见 七董待会一定要留下来 让老生敬酒三杯 以表敬意 慕容老太君笑容无比的旺盛 活了这么久 第一次见百亿聘礼 实在是巨大冲击 七曼清神情淡漠 我今天过来只是替叶少下聘 其他宣兵夺主的俗礼就免了 明白 明白 慕容老太君满脸春风 你要替叶少下聘 不知道这叶少是何方神圣 叶凡拍拍衣服 这个叶少就是在下 滚一边去 慕容苍月经过叶凡身边的时候 听到他这句话不耐烦一推 你他妈是叶少 我还是姑诉慕容小姐呢 整天贸任要不要脸 七董 不好意思 今天这招需大会多了个苍蝇 我现在就把他驱赶出去 他向叶凡喝出一声 还不滚出去 要让我叫人丢你吗 虽然他心里很想现场弄死叶凡出口气 但七曼清带了百亿好礼过来 这是让慕容家族起飞的聘礼 不能怠慢 他准备等收完七曼清的聘礼后 再对叶凡下手 而且就算他放过叶凡 前少厅他们也不可能给予生路 所以他这时彰显着大度 慕容苍月手指一点大门口 三秒钟 不滚 我就生气了 蒋龙和宋虎他们也幸灾乐祸 看住叶凡 啥都敢冒认 真是头铁 啪 只是现实很快让他们震惊 七曼清抬手一巴掌 直接把慕容苍月抽飞了出去 慕容苍月惨叫一声 直挺挺倒地 捂住脸喊道 七董 你为什么打我 慕容老太君也是一正 七董 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打你 对叶少无理者 就该受到惩罚 七曼清冷冽撇了慕容苍月一眼 接着上前几步站在叶凡面前 他微微弯腰毕恭毕敬喊道 叶少 受你所托 我已经携来三分厚礼 价值百亿 给慕容小姐下聘 蒋龙大吃一惊 什么 这叶少真是叶凡 这怎么可能 七董 你是不是搞错了 慕容苍月再度震惊 七董 你这二十亿是替王八蛋下聘 慕容若曦也是身躯一颤 猛地抬头看住叶凡难于置信 啪 七曼清又是一巴掌打飞慕容苍月立合 混账东西 谁给你的胆子羞辱叶少呢 我告诉你们 叶少就是叶凡 叶凡就是叶少 他是我七曼清的贵人 恩人 谁敢羞辱 我对死谁 你们觉得我虚张声势的话 尽管放马过来 看看我会不会把你们家族连根拔起 蒋家逝世 宋家逝世 七曼清扫过宋虎和杨大壮他们 还是你这个新生代的领军人物试试 蒋龙和宋虎他们盲白白手 不敢 不敢 双方家族和公司的体量 跟西湖和牵引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杨大壮更是缩起了脑袋 他的直播 他的流量 全是牵引集团给的 牵引集团随便一个限流 他就玩犊子 慕容老太君依然难于置信 七董 你真是为叶凡下聘的 七曼清毫不客气 呵斥一声 你老眼昏花 看不出我这些聘礼是真金白银 在他微微偏头中 三名黑衣猛男端住拓盘上前两步 拓盘中摆放着三份协议 股权转让书 不动产红本 金矿赠送文件 一份份 让人震惊又刺眼 慕容苍月不死心 冲上去验证 很快眼皮直跳 这是真的 这些东西都是真的 啪 慕容老太君也一巴掌 打在慕容苍月脸上 没用的东西 七董是什么人 怎么可能给假东西 单单牵引集团的品牌 七董的名字 就价值一千个亿 接着他又满脸春风 看住叶凡 叶凡 啊 不 叶绍 老身有眼不识泰山 刚才多有冒犯 我向你道歉 叶凡语气淡漠 你不是有眼不识泰山 而是狗眼看人低 慕容老太君 嘴角牵动了一下 随后笑着回应 对 对 叶绍教训的是 老身狗眼看人低 还格局小 不像叶绍大人大量 不过叶绍放心 我今天从叶绍身上得到了教训 以后一定好好做人 若曦 你看 这招续大会多好 不仅让你和叶绍有情人终成眷属 还让你知道了叶绍的富可敌国 慕容老太君一副欣慰的样子 起飞了 若曦起飞了 奶奶百年后也能明目了 慕容若曦没有理会慕容老太君 她已经彻底看清楚这些家人的嘴脸 只是目光温柔看住叶凡 她轻声一句 叶凡 这真是你送给我的聘礼吗 叶凡笑容甜淡 没错 这才是我叶凡的聘礼 也只有这种级别的聘礼 才配得上你这航城第一美女总裁 慕容若曦明媚至极 叶凡 谢谢你 不管这份聘礼是真还是假 今天能够感受百亿聘礼 她觉得这辈子也值得了 苦了十几年的日子也变得甜了 叶凡轻笑一声 你我之间何须客气 我说过护你周全 就一定会护你周全 接着叶凡抬起头望向了慕容老太君 老太太 我这百亿聘礼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 你就该宣告 今天这朝旭大会 谁的聘礼高了 叶凡不屑于去赌悠悠之口 但慕容若曦要在航城发展 她也就多费点心思 用他们的规则打败他们 慕容老太君看住百亿好礼一舔嘴唇 百亿聘礼 当然是叶少最高了 我反对这门轻视 就在这时 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响了起来 慕容若曦是本少的 天王老子都抢不走 钱少廷握着手机走了上来 没有看慕容老太君他们 而是直接盯着齐曼青 齐董 你跟我四姐交好 我以为你是自己人 没想到你去给狗东西撑腰 我想要问一问 这王八蛋凭什么让你这么尊敬 凭什么让你下聘 还是二十亿聘礼 钱少廷气焰嚣张 我需要你一个解释 倒嘴的肥肉飞了 而且还是叶凡这种吊丝压过自己 钱少廷怎能不生气 啪 七曼青一巴掌打在钱少廷脸上喝道 本总裁一声行事 何须向人解释 第3806章紫金花卡 你 钱少廷怒道 你这是给我给钱家添堵 你就不怕我不高兴 七曼青看傻子一样看住对方 你不高兴能怎么地 我不高兴 那事情就大了 钱少廷觉得自己输给叶凡非常耻辱 就扯开一个衣领扣子喷倒 我不高兴 我就不让我四姐接手西湖集团不做你的 航城代理人9SM 没有我四姐这种人才接手西湖集团 西湖集团就会群龙无首没有主心骨 群龙无首了 西湖集团再庞大再有钱 也是一盘散沙 不用多久就分崩离析 西湖集团崩盘了 你就无法向你背后金主交代了 到时候别说千英董事长了 你连街边的饭都混不上 钱少廷气势汹汹 所以你好好想清楚 要不要给叶凡站台 要不要跟钱家作对 蒋龙和宋虎他们微微张大嘴巴 看住钱少廷 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够不学无数了 没想到钱少廷更加无知 西湖集团是神州乃至世界的独角兽 而前四月称死就是航称一个有点名气的女强人 双方完全不是一个量级 前四月接手西湖集团董事长 那是祖坟茂青烟高攀啊 结果钱少廷说出这么幼稚的话 实在让他们无语 西湖董事长 很好 我正要说这件事 七满青看了叶凡和慕容若曦一眼 随后绽放笑容拿过话筒宣告 今天趁着人多 我代表千颖和西湖集团正式宣布一件事 西湖集团新一任董事长 继续由慕容若曦担任 同时全权负责西湖集团的一切事务 七满青望向了慕容若曦一笑 慕容小姐 恭喜你 这是新的委任状 她轻轻一挥手 一个助理把一份委任状递给慕容若曦 慕容若曦惊惊讶无比 什么 委任状 继续担任西湖董事长 没错 七满青点点头 经过我的考察和调查 你比前四月更加适合担任西湖董事长 蒋龙和宋虎他们一片惊呼 慕容家族这是要重返巅峰啊 慕容老太君也非常高兴 嘴脸不断喊住 双喜临门 双喜临门 慕容苍月嘴角牵动不已 眼里有着说不出的嫉妒 不过看到百亿好理又暂时压制不快 看在慕容若曦今天给自己赚了百亿的份上 暂时不刁难她 等消化完百亿 再慢慢拿捏她获取西湖集团好处 一切都是自己的 慕容苍月面孔多了一丝争鸣 这不可能 不可能 西湖董事长不是说好给我四姐的吗 前少少庭语无伦次 七满青 你这是公报私仇 你这是训私枉法 我要让我四姐控告你 七满青细血出声 前少庭 你不是说没你四姐帮忙 是我的巨大损失吗 我现在主动脱钩 你该高兴啊 前少庭语色 你 七满青又抛出一句 回去告诉前四月 谢谢她这些日子的招待和演戏 更谢谢你替她推到了董事长一职 前少庭脸色微变 这是杀人诛心 前四月之道肯定会迁怒她 当下怒笑一声 西满青 你这是打击报复 你放着我四姐这种最合适的人不选 去选慕容若曦这个贱人 这对不起公司 这也是损害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我一定会让四姐向西湖和千尹集团控告 前少庭保持着强势 你一手遮不了天的 叶凡淡淡开口 不好意思 这也是大股东的意思 你们控告不了七董事长 闭嘴 前少庭看住叶凡怒笑一声 王八蛋 这上流社会的对抗 还轮不到你多嘴 七满青冷住脸喝出一声 混账东西 你敢羞辱叶少 叶凡拦住了要动手七满青 七董 别生气 他无能狂怒而已 前少庭手指一点叶凡怒道 狗东西 你已经成功地让我起杀心了 今天本少必杀你 叶凡淡淡开口 你的杀心一文不值 对我也毫无威慑力 前少庭 废话就别说了 就问你 今天的聘礼比拼 你认不认输 叶凡补充一句 认输了就赶紧滚出这里 别妨碍我迎娶若悉 七满青吃笑一声 一百亿 他拿什么拼 就连他刚才拿出来 二十亿聘礼 也全都是给慕容家族 大饼和陷阱 劳斯莱斯换淫 早已经抵押出去了 欠款两千万 河畔百年别墅 也已经被官方 签订违规建筑 最迟今年就会拆除 兰花商业中兴广场 指点钱 但也牵扯欺诈 五百多名商户资金 估计也是资不抵债 七满青拿起钱 少庭带来的三份聘礼 一份一份点出 他们的真正价值 此话一出 全场像是被泼了开水一样 再度喧哗起来 什么 抵押车 违建房 纠纷广场 钱少这些聘礼 还真是画大饼啊 这何止是画大饼 简直就是三个陷阱 三个坑 一旦慕容家族 接受了这些东西 就等于替钱少背债了 钱少这也太没有诚意 太不是东西了 聘礼也挖坑 还不如蒋龙的三尊藏的 金佛来的实际 杨大壮和宋虎他们文言 全都窃窃私语起来 虽然不敢大声讥讽 钱少庭 但眉间的鄙夷 情晰可见 慕容老太君和慕容苍月 也是脸色难看 如不是忌惮钱家 早就冲上去 首次钱少庭了 二十亿债务 这是要慕容家族死啊 钱少庭怒吼不已 污蔑 七满青 你污蔑我啊 你污蔽我啊 七满青一脸不屑 你还不够资格让我污蔑 而且二十亿聘礼 是真金白银还是坑 查一查就清楚 慕容苍月拿出手机 拍了三份聘礼照片 然后迅速通过关系 调查了一番 很快 反馈就传到了他的手机 慕容苍月一看 就身躯晃动 七总说的没错 而且更加严重 兰花广场 不仅欺诈了商户资金 还有严重的质量问题 整个广场使用了大量喊杀 即将关闭整顿 慕容苍月挤出一句 兰花广场现在就是一个坑 谁接了谁就要倒霉 慕容老太君看住钱少廷喝道 钱少 你这也欺人太甚了吧 不怪他 叶凡淡淡一笑 手里没钱 又喜欢装笔 不就只能坑蒙拐骗了 钱少廷愤怒吼道 闭嘴 给我闭嘴 你没资格教训我 叶凡握着慕容若曦的手 我也没兴趣教训你 只是提醒你 拿得出钱就继续下聘 没有就滚蛋 七曼清补充一句 没有百亿 就别狂怒了 百亿 钱少廷被气得失去理智了 狂笑一声掏出一张银行卡 趴地拍在桌子上 这是横城紫金花卡 是灵士和十大赌场 联合兽兴的卡 可以透支一百亿 必要的时候 还能再提高百分之二十额度 全世界只有三十张 灵士和十大赌场 半个月前给我办下来的卡 绑定了我钱少廷在横城的声誉和前世身价 今天 我就拿他来下聘 钱少廷红住眼睛 一百二十亿 我要娶慕容若曦这个贱人 第三千八百零七张 你输了 紫金花信用卡 叶凡微微眯起眼睛扫视 随后嘴角勾起一丝细血 林安秀他们还真是会玩 9ACX M这谋取的不仅仅是钱少廷一个人身家 还想要蚕食掉整个钱世家族 哪天钱少廷赌红眼了 输掉一百亿 钱世家族也就搭入进去 这不仅仅是信用卡 更是一张催命卡 只是没想到 钱少廷的紫金花信用卡 还没用在赌场 先用在这聘礼大会了 慕容老太君挤出一句 钱少 这真是紫金花卡 能刷一百二十亿 钱少廷怒斥不已 本少在航程有头有脸 潜得出坑蒙拐骗的事情吗 慕容若惜激潮一句 三分二十亿聘礼不就是坑 贱人 钱少廷差一点吐血 七曼清上前扫视一番 接着发出一个讯息求证 很快 一条讯息反馈了回来 七曼清扫视一眼 我跟横城方面证实过 这确实是他们发给钱少廷的紫金花卡 也确实能刷一百二十亿 慕容若惜吃惊 整个钱家加起来都没那么多钱 横城怎么会受信给他这个额度 不担心他套现跑路吗 蒋龙和宋虎他们也是微微惊讶 还以为这张银行卡 跟二十亿聘礼一样是花大饼 没想到真有一百多亿受信 看来钱少廷还是有点东西啊 众人窃窃私语 专业的事情 专业的人去做 叶凡一握女人的手笑道 横城肯定评估过风险的 他们说值一百二十亿 那钱少廷就值这个钱 慕容若惜微微一咬嘴唇 真值一百二十亿 钱少廷现在红了眼 很大概率真的砸下去 叶凡笑容温润 没事 让他砸 别说一百二十亿 一千两百亿 也不用惧怕 叶凡是完全不介意 钱少廷使用这张卡的 这种卡寿性极大 但费用也高 如果不是在赌场专用 而是转给其他人 每一笔资金出去 都会抽百分之十 一百二十亿打给慕容家族 至少十二个亿手续费 之所以这么高 为的就是防止持有者用来洗钱 所以叶凡蛊惑住 钱少廷开口 就怕钱少廷舍不得刷 谁说老子舍不得的 钱少廷看到银行卡被验证 再读意气风发 我现在出一百二十亿 我要迎娶慕容若曦 你还跟不跟 他觉得叶凡不可能再掏出二十亿了 哪怕七曼清都不行 毕竟要对股东和董事负责 七曼清问道 你真要出一百二十亿 慕容若曦不值一百二十亿 甚至都不值十个亿 钱少廷手指一点叶凡怒笑 但你这狗东西挑衅我 我就拿下他来做狗 让你好好心疼 我今晚把他带回家 一定能鞭子狠狠抽他 花我一百二十亿 不死命践踏他 对不起我的钱 然后再叫我朋友过来 一人一百万上他一次 把钱全部赚回来 钱少廷喷出一口热气 一百二十亿买的女人 西湖集团新任董事长 多有噱头 绝对不愁高端客人 今晚遭受太多耻辱和殴打 钱少廷癫狂的一面暴露了出来 这也是每一个赌徒的真面目 赢的时候 彬彬有礼 风度翩翩 输的时候双眼发红 不管不顾 慕容若曦怒吼一声 畜生 你不得好死 钱少廷不谢 一百二十亿买回去的女人 我想要怎么弄就怎么弄 耶稣都说不了什么 有本事出钱啊 王八蛋 西曼清 还有钱吗 有钱就赶紧出 不然慕容若曦就是我的了 慕容老太君 一百二十亿聘礼 告诉大家 今天的聘礼 谁最高 钱少廷扭着脖子 带着保镖上前 慕容若曦 你就认命吧 狗东西保不住你 慕容老太君 嘴角牵动不已 没有跟开始一样 主动跑上去拿紫金花卡 一个是这会透支 整个前世家族 慕容家族拿走这一百二十亿 等于要前世家族的 命哪会这么容易 还有一个是以前少廷的品行 他内心深处肯定不甘心出一百二十亿 事后一定不择手段抢回去 这意味着一百二十亿不仅烫手 还百分百保不住 慕容老太君宁愿要欺曼清的一百亿聘礼 这点钱对于牵引集团不算什么 没太多风险 所以他嘴角牵动了几下 挤出一句 钱少 一百二十亿霸气 但这么大的数目 要不要跟家人商量一下 商量什么 钱少廷喷出一口热气 这是老子娶媳妇 又不是我爹娶媳妇 我一个人可以决定 慕容老太君呼吸微微急促 我知道钱少能够一人决定 只是一百二十亿 还是打个招呼为好 钱少廷不耐烦地吼道 有什么好招呼的 老太君 你唧唧歪歪 什么意思 你收得了叶凡一百亿 收不了我一百二十亿 钱少廷发出了控诉 难道他和七曼清的钱 就是高尚的 而我钱少廷的钱 就是肮脏的 慕容老太君 陪笑住白白手 钱少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就好 钱少廷把紫金花卡丢上去 不是就给我赶紧刷卡 别耽误老子 把贱人带回去 我的皮鞭已经饥渴难耐了 钱少阔气 钱少霸气 慕容苍月见到紫金花卡 丢在自己脚边 再也按捺不住了 这些聘礼 等老太君和慕容父隔屁了 可都是他的 所以他搜的一声冲了上去 拿过紫金花卡一刷 手脚麻利的 跟提灯定损一样 外墙有条缝 都一眼锁定 一百二十亿 进入慕容家族的账户 入账成功 听到提示音 慕容苍月声音都失真了 感谢老铁 不 钱少送来的一百二十亿 押过叶凡一百一聘礼 来不及阻拦的慕容老太君 指不住斥骂 死丫头 他不知道紫金花卡的性质 但清楚这境外卡一进一出 肯定要好几个点的手续费 这意味着 钱少廷晚点抢回去时 肯定是算一百二十亿 慕容家族亏大了 钱少廷对助叶凡吼道 一百二十亿 扶不扶 扶不扶 蒋龙和宋虎他们见状 马上拍着彩虹屁 钱少阔气 钱少霸气 钱少无双 钱少廷又对慕容老太君 喝出一声 钱拿走了 现在该你们把慕容若曦 给我送过来 叶凡站前一步 一百二十亿 也好意思狗叫 七懂 让他看看什么叫大手笔 啪 七曼清微微抬起头 接着又打出一个响纸 把合同拿过来 一个秘书很快上前 掏出一份合同 递给七曼清 哗啦 七曼清把合同 再半空一挥 今天除了一百亿 聘礼之外 我还给慕容家族 准备了一场大富贵 慕容集团现在市值十个亿 债务十五个亿 可以说是资不抵债了 这是慕容家族 要高聘礼的原因 我现在要说 慕容家族不需要动用 慕容若曦的聘礼来保命了 千尹集团已经做出了一个决定 千尹集团准备给慕容集团 注资一百亿 控股90% 跟慕容集团一起开发香精湾 七曼清笑容玩味 慕容家族不仅摆脱了危机 还会一飞冲天 哈哈哈哈 没等其余人做出反应 钱绍婷狂笑不已 香精湾为什么叫香精湾 因为那里住着香精啊 香精是特级保护动物 方圆石里也是生态保育区 一草一木都动不了 千尹集团开发的屁啊 钱绍婷很是得意 说我二十亿聘礼是坑 你这百亿注资更是空中楼阁 慕容老太君也附和出生 七董 你怕是被江湖骗子忽悠了 那地方是航程禁地 动不了动不了 气候变化 香精已经搬家了 七曼清嘴角勾起一丝细血 香精湾也可以开发了 还会在那里打造一个桃花岛 专门住有钱人 钱绍婷脸色巨变 这不可能 这是许可证 七曼清又掏出一张纸 丢在钱绍婷面前 两百亿聘礼 你说了 第3808章你无耻 啊 看到这一幕 杨大壮和宋虎他们再度震惊了 接着纷纷凑钱查看许可证 我靠 真是香精湾的开发文件 也是航程未来的富人区 对标深圳湾和陆家嘴 靠 这地皮拿到手了 开发起来绝对是千亿级别利润 慕容家族这次真是赚大方了 是啊 原本破产的慕容家族 不仅其次回升 还一跃成为航程一线豪门 每年分红几十亿 太梦幻了 这现金价值 这未来潜力 完全是秒杀前少啊 叶凡 不 叶大少究竟是什么来头 能让千尹集团下聘两百亿 还给这么大一个项目 这兔崽子 不 这叶少 我打小就看住聪明 蒋龙和杨大壮他们七嘴八舌讨论 还毫不掩饰对叶凡 滔滔江水一样的仰慕 慕容老太君和慕容苍月 也是死命拍打自己的脸颊 想要确认自己并不是在做梦 慕容若曦也玩味地看住叶凡 叶凡 我感觉自己犯了一个错误 我怕是低估你了 她原本以为叶凡是 急助袁清一的人情下聘 现在这种大手笔 已经超出袁清一的人脉 袁清一可以让七曼清帮忙站台 也可以帮忙下聘十亿八亿 但这种百亿聘礼和湘金湾开发 绝对没这种面子 七曼清也不可能 拿出那么多钱还人情 毕竟她要对股东和主子负责 叶凡文言浅浅一笑 我都跟你说了 我是能跟相王和全乡国他们 称兄道弟的人 慕容若曦白了叶凡一眼 捧你一下 你就得瑟上了 虽然叶凡给她带来的 惊喜和冲击越来越多 但她依然觉得 跟相王他们称兄道弟 非常魔幻 七曼清这些人 努努力还能触手可及 相王那些人 却是永远只能仰望的存在 不可能 不可能 此时 钱少廷反应了过来 身躯晃动 连我钱家都拿不到许可证 你一个外来户 怎能有这能量 湘金湾那么好的一块地 无数航程势力都惦记 钱家也不止一次想要拿下 但一直都没有机会 前四月一度甚至采取 先上车后补票的模式 在湘金湾区域 建了十几栋度假别墅试探 结果都被毫不留情拆除 平时可以一起吃酒 喝肉捡彩的航程尸首 什么都可以谈 唯独湘金湾开发不能谈 可没想到 叶凡清飘飘就拿到了许可证 这让钱少廷一万都不服 她想要说这许可证是假的 可上面的公章 像是巴掌一样 啪啪啪打着她的脸 她只能对住叶凡吼叫一声 你是用什么坑蒙拐骗的法子 拿到手的 坑蒙拐骗 七曼清冷笑一声 只能说你是井底之蛙 看不到头顶的天空 也看不到面前的泰山 泰山 你 钱少廷以为七曼清说自己 接着怒吼一声 七曼清 你非要这样照着狗东西吗 她是你养的小白脸 还是你的私生子啊 不然你怎么会这样庇护她 给她下聘两百亿 还帮她撮合香金湾合同 钱少廷红住眼睛想要答案 你今天不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让你走不出航城这个城市 她现在仇恨七曼清的程度 不亚于仇恨叶凡 如果不是她冒出来给叶凡站台 她现在就是全场最亮的仔 现在 她却成为了全场笑柄 轰 十几个前世保镖靠拢了过来 杀气腾腾地簇拥住钱少廷 七曼清声音一寒 你敢威胁我 威胁你怎么了 钱少廷连续被压制 挤进气地吐血 也就失去理智 我钱少廷还威胁不起你这个臭打工的吗 七曼清吃笑 我还以为钱家有点素质 没想到是这样的输不起 看来我不让钱四月做西湖总裁是对 钱少廷听到输不起 热血更加充脑 每一个毒狗都是很忌讳这三个字的 这踏码的戳得太准太痛了 她手指点住女人吼叫一声 坏我们钱家那么多好事 我要跟你新账旧账一起算 七曼清哼出一声 跟我算账 别说你了 就是前四月乃至钱家 都没有这个实力 贱人 你以为靠着牵引集团就无敌了 钱少廷狂笑不已 在航城 是龙是虎都得给我盘住 今天你不跪下来求饶叫爸爸 我弄死你 七曼清潜脆利落 干他 七曼清的保镖一涌而上 对住钱少廷一伙人大打出手 啊 钱少廷没想到七曼清突然动手 鼻子挨了一拳哗啦啦流血 他一边捂住伤口 一边吼叫 贱人 你敢对本少动手 给我弄死他 弄死他 七曼清神情清冷 动了你 我还会动钱家 上 砰砰砰 双方几十号人就地展开了混战 别打了 别打了 慕容老太君他们健壮急得不行 想要劝阻又根本拦不住 不劝阻又担心把慕容山庄毁掉 而且不管是七曼清 还是钱少廷在这里出事 慕容家族最后都要承担不小的责任 蒋龙和宋虎他们也都向两侧躲避 担心城门失火 殃及吃鱼 慕容若惜一握叶凡的掌心 叶凡 咱们要不要帮忙了 钱少廷他们人多 叶凡文言淡淡一笑 放心吧 七董是经历过风雨的人 身边保镖不会让人失望的 听到叶凡这样说 慕容若惜放下心来 安静看出混乱的现场 事实如叶凡所料 双方短兵相接不久后 战斗场面就一边倒 钱少廷这边人多势重 但保镖都跟他一样中看不中用 有点蛮力却不够专业 七曼清这边的保镖不多 但经历相国被绑架的事情 他聘请的保镖全都是保镜战活的主 所以几个回合之后 钱少廷的人一个接一个倒下 逼得原本气焰嚣张的钱少廷慌忙后退 只是他依然保持着强势 七曼清在本少地盘攻击我 你完蛋了 我告诉我四个姐姐你欺负我 我让你们这些外来户走不出航程 西湖集团 牵引集团 老子也会把他们砸个稀巴烂 不给你们一点颜色看看 你是不知道什么叫大小王 钱少廷向钱氏保镖画出大饼 上 上 给我上 弄死他们 一人一百万 听到一百万 原本要倒下去的钱氏保镖 又挣扎着冲了上去 希望有机会拿到赏金 只是钱氏保镖虽然看在一百万份上完命 但实力悬殊 还是让他们一个个倒地不起 钱少廷看到七曼清的人步步紧逼自己 就对住高台上的慕容老太君他们怒吼 老东西 我今天是来慕容山庄参加招叙的 你们有义务保证客人的安全 我现在遭受到攻击 你们不帮忙不制止 我看你们怎么对钱氏家族交代 还有 你们 蒋龙 宋虎 杨大壮 咱们相识一场 你们看到我被欺负 袖手旁观 我现在命令你们 马上让你们的保镖参与战斗 把这些外来户全部废掉 不然我一定记住你们 事后把你们全部踩死 我钱少廷说到做到 钱少廷对住蒋龙和宋虎他们也一顿输出 酒肉朋友也是朋友 关键时刻不帮忙 那就是叛徒 蒋龙和宋虎他们嘴角千动不已 脸色全都无比难看 他们怎么都没想到 钟立还会被钱少廷这条恶狗乱咬 这时 七曼清突然冒出一句 谁对钱少廷下手 谁就能分一杯香金湾的羹 我还保他不受钱家报复 嗖嗖嗖 话音一落 蒋龙和宋虎他们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 香金湾的羹 像是一块肥肉让他们食指大动 这可是能让自己和家族腾飞的机会 而且还是跟千尹集团这样的庞然大物合作 钱少廷脸色巨变 七曼清 你无耻 十秒时间选择 七曼清对住宋虎和杨大壮他们喝道 过了这村就没那店了 钱少廷怒喝 宋虎 你们敢乱来 我灭你们家族 蒋龙抓起一个酒瓶 第一个响应 弄踏 宋虎也对住宋家保镖一吼 废了他 一群豪门大少亲自带住自家保镖冲了上去 不管不顾对住钱少廷围攻 嗖 就在这时 叶凡眼皮一挑 像是有感应一样望向了门口 危险 第3809章一见东来 叶凡嗅到了危险气息 从山庄远处急速靠近 不算恐怖 但也很凌厉 他挑了挑眉头 拉着慕容若曦和七曼清 后退了机敏 此刻 蒋龙和宋虎正杀红了眼 对于他们来说 中立会被钱少廷怨恨报复 对七曼清动手 他们没这个胆子 而且也没好处 钱少廷和钱家 是不可能给他们一分利益的 对钱少廷动手 则有湘金湾这一块蛋糕瓜分 虽然可能会遭受钱家报复 但比起香喷喷的蛋糕 不算什么 所以他们选择非常明确 钱少廷一边后撤 一边愤怒吼叫 王八蛋 你们这些王八蛋 我一定弄死你们 你们会后悔的 你们快拦住他们啊 废物 养你们这么多年 连这些乌合之众都拦不住 回去一定吵掉你们 钱少廷还不忘记 对钱师保镖怒骂 快干掉宋虎那些白眼狼 宋虎和陈豹他们文言 更加红了眼 风流一样冲击钱少廷保护圈 桌一倾倒 背盘狼急 场面混乱到了极点 看到杨大壮他们动手了 欺曼清就挥手把保镖叫了回来 留点空间给蒋龙他们交头名状 慕容老太君见状连连顿住拐杖 别打了 别打了 钱少廷身边的几个保镖 很快被打倒 钱少廷成了孤家寡人 他咬牙切齿喊道 王八蛋 你们敢动我 我 话没说完 他就被人一脚踹倒在地 接着就被一群人拳打脚踢 钱少廷惨叫连连 啊 搜 就在这时 叶凡眼皮一挑 像是有感应一样望向了门口 只见大门搜的一声 闪入一道灰色影子 一个留着小胡子的灰衣老者 不等众人看清面孔 就化作一头猙獰的猛兽 他身子只是一起一幅 眨眼就扑到了钱少廷他们面前 同时双手启动 咔嚓 两名豪门保镖嗅到危险 本能抬手想要挡机 只是还没看清对方攻击 就见灰衣老者握住他们手腕 猛的一折 手腕瞬间被灰衣老者折断 但灰衣老者没有就此放手 衬住他们亮呛 双膝一压 直接跪断两人小腿 一声脆响 两人惨叫着倒在地上 没等他们到底 灰衣老者又一脚踢断第三人的膝盖 还顺势一弹 连砸带顶 把第四人肩甲无情砸断 落地后 灰衣老者一个回旋踢 把两人的肋骨直接踢断 残酷 血腥 杨大壮和宋虎他们脸色巨变 没想到这家伙如此厉害 当下 他们纷纷松开前哨廷后撤 一众保镖则拿出甩棍 向灰衣老者冲了过去 灰衣老者看都没有看 身子一低 直接躲开砸过来的甩棍 随后 灰衣老者从众多保镖中间滑了过去 手掌一弯 砰砰砰 狠狠挤在四个人的肋骨上 啊啊的一连串惨叫中 四名保镖直挺挺地跌飞出去 脸上说不出的痛苦 肋骨折断 灰衣老者没有半点停歇 身子猛地欺钱 对住其余保镖又是一连串的冲拳 砰砰砰的声响过后 十几名豪门保镖全部喷血厚跌 倒在地上无法挣扎起来 叶凡微微一条眉毛 对灰衣老者多了点兴趣 大爷 看到灰衣老者如此凶猛 宋虎和蒋龙他们也来了血性 捞起旁边的凳子向灰衣老者砸过去 功夫再高 也怕板凳 只是灰衣老者眼皮子都没抬 身子一旋 利风丛生 接着双腿双脚如八爪鱼一般轰出 招式狠辣刁钻而诡异 看似没有套路可言的拳脚 完全以最原始的本性攻击 虎虎生风 砰砰 蒋龙和宋虎当场摔飞出去 嘴里对住天花板 喷出一大口鲜血 灰衣老者脚步一挪 腰腹旋转发力 弯曲起来的双腿弹起 猛地撞向晨暴霍扬大撞 咔嚓咔嚓 两声清脆声音响起 晨暴和杨大撞手里的板凳碎裂 胸膛也一阵剧痛 下一秒 两人也如断线风筝一样摔在地上 围攻前少廷的几十号号人 全部被放倒 整个大厅 就剩下慕容老太君他们和叶凡等人 无可匹敌 慕容老太君他们完全惊呆了 慕容若曦也是守心一警 感受到灰衣老者的强横战役 哈哈 冯供凤 你总算来了 这时鼻青脸肿的前少廷 挣扎住起来 捂住伤口宁笑不已 这些狗东西欺辱我 打我 你给我把他们全废了 再把七曼青和慕容若曦给我拖过来 我要当住叶凡的面 轮他们一百遍 一百遍 被压制了一个晚上 总算到他翻盘的时候了 前少廷前所未有的兴奋 前少 放心 会议老者向前少廷微微点头 随后目光眯起扫视着众人 我已经安排人封住出入口了 今天所有欺你如你 骂你 打你看不起你的人 我都会让他们付出代价 不给他们这辈子血淋淋的教训 他们是永远不知道什么叫做敬畏 什么叫做前家不可辱 会议老者毫不掩饰 蹦射出杀机 庞大的气场瞬间笼罩着整个大厅 让慕容老太君的拐杖都差点掉落 与此同时 门口又走入了七八个前世高手 堵住了门窗和走廊 不给任何人逃离机会 倒地的前世保镖健壮也热血翻滚 纷纷有了挣扎起来的力量 虚余之间 局势再度扭转 蒋龙和宋虎他们有着惶恐 一边挪着身子后撤 一边善笑不已 误会 都是误会 慕容若曦也是眼皮直跳 没想到这一件东来 比传闻还霸道 一个人轻松撂翻几十号人 叶凡倒是依然风轻云淡 没有早早出手 他已经习惯做扁鹊 而不是做扁鹊大哥和二哥 钱少廷吐出一口血水 恶狠狠吼叫 误会你妈 差点把我屎都打出来了 还误会 逢供凤踏前一步 盯着畏惧自己的蒋龙他们 脸上有着说不出的痛快 最喜欢这种死亡使者一样的宣判 现在给你们一个活命的机会 自断双腿 任由钱少处置 我不杀他 如果不想自费双腿 那么我会亲自打断他身上全部骨头 然后让他哀嚎三天三夜再死去 冯供凤一字一句发出了通牒 选择活命 还是选择生不如死 给你们一分钟选择 蒋龙挤出一句 冯供凤 我是蒋氏家族的少主蒋龙 冯供凤语气淡漠 很好 杀了你 灾灭了蒋氏家族 杨大壮也口前蛇躁抛出诱惑 冯供凤 刚才是误会 我愿意拿出十个亿买命 十个亿 钱少婷狂笑一声 白痴 杀了你 你的资产不都是我的了 宋虎和陈二豹他们汗流加倍 没想到钱少婷和冯供凤如此凶狠 他们下意识望向自己的双腿 寻思要不要废掉双腿来保命 虽然一辈子坐轮椅 但骑马能保住命 慌什么 这时 七曼青望了叶凡一眼 随后扫视众人淡淡出声 我说过 只要你们对钱少婷动了手 我就给你们分一杯羹 也护你们周全 第三千八百一十章被我们接管了 宋虎和蒋龙他们眼睛一亮 下意识望向了齐曼青 钱少婷怒笑一声 见人 现在还敢嘴硬 你以为 你身边那群保镖扛得住冯供凤攻击 我告诉你 最多一件 冯供凤就能让你的人全部死光光 他恢复了底气 你连自己都保不住 还想要保住杨大壮他们 谁给你的勇气和自信 七曼青没有看钱少婷 只是望着杨大壮他们出声 如果你们相信我 愿意跟我站在一起 那就坚持初始的选择 爬到我这一边来 如果你们不相信我 或者想要跟我作对 来讨好钱少婷 那你们就滚到钱少婷那边去 只是我要告诉你们 一旦你们选择错了 你们好不容易得到的颇天富贵 就会统统化为乌有 七曼青提醒着蒋龙和宋虎等人 要他们珍惜这难得的机会 蒋龙和宋虎他们呼吸急促起来 大脑飞快转动 准备做出选择 七曼青财富和资源惊人 抱着他大腿肯定能飞黄腾达 可现在局势是钱少婷掌控 以前少婷的癫狂和灭绝人性 七曼青未必能活下来 逢供奉刚才的大杀四方 让他们觉得生命比钱财还可贵 选择 钱少婷闻言怒笑一声 你觉得他们还有什么好选择 不站在我这边 不听从我的指令 他们今天就会死 他很是强势 你那点利益放在平时还能忽悠人 但在此时此刻毫无价值 比起性命 向金湾算个屁 七曼青扫视杨大壮和宋虎等人 站在我的阵营 我当然会护住他们周全 护个屁 钱少婷抹掉脸上的血水 盯着七曼青名笑 我刚才说过 你现在自身难保了 就别给宋虎他们花大饼了 你和慕容若曦今天唯一的机会 那就是成为本少的玩物 乖乖伺候本少 任由本少践踏 这才有活路 我刚才受到的羞辱 我将会在床上全部报复回来 哈哈哈哈 钱少婷变得癫狂起来 目光邪恶扫视着七曼青 发誓今晚用七十二绝技复仇 钱少 我对自己刚才鲁莽道歉 我一定自断双腿赔罪 钱少 我刚才被七曼青忽悠了 我一定会把全部家财送给你补偿 希望你能饶我一命 钱少 你知道的 你一直是我偶像 刚才动手纯粹是脑子抽风 我愿意把我旗下三十名主播送你完 钱少 这七曼青挑拨我们相残 太可恶了 请你准许我们拿下它 让你好好玩弄 弥补我们罪过 感受到钱少婷的强势 宋虎和蒋龙他们对视一眼 最终牙齿一咬爬到钱少婷的阵营 还赔礼道歉表忠心 叶凡轻轻摇头 井底之蛙就是井底之蛙 破天富贵到手也丢出去 七曼青一笑 这样也好 不然带着这些人起飞 心里还真是不得尽呢 毕竟他们都是冒犯过叶少女的人 现在这样不错 把他们和钱少婷一起收拾 在无心里负担了 七曼青看住杨大壮和宋虎他们笑道 从现在开始你们就是我的敌人了 宋虎喝出一声 贱人 你的小命都被钱少捏住了 还敢叽叽歪歪 陈豹也掉转枪口 贱人 嘴这么硬 待会等钱少玩腻腻了 我一定要喝口汤 看看你硬还是我硬 算我一个 杨大壮露出一个猥琐的笑容 这女人我不知道意想了多少回 我每次冲刺女主播都是喊她名字 七曼青声音冰冷 果然是一群该死之人 钱少婷嗤之以鼻 他们虽然都是废物 但站在我的阵营 践踏你就绰绰有余 别废话 赶紧滚过来 冯贡凤也是声音易冷 还不滚过来向钱少赔礼道歉 再好好伺候钱少保命 慕容老太君挤出一句 冯贡凤 他是牵引集团的董事长 背景很强大的 什么底蕴 什么背景 在我这里都不好使 冯贡凤不屑地哼出一声 哪怕是君王在前 我也能血溅三尺 慕容老太君呼吸一致 没想到冯贡凤 连七曼青的背景都不怕 看来今天怕是难于讨好了 慕容苍月忙想起一件事 拿着银行卡冲上去 钱少 这是你的一百二十亿聘礼 你拿回去 不 不仅聘礼拿回去 慕容若曦你也可以带走 他讨好住钱少婷 你知道的 我向来跟你是一张床的 不 一路的 见人挺识趣啊 钱少婷邪笑摸了慕容苍月一把 接着脸色一变 一巴掌把他打飞出去 一百二十亿和慕容若曦 本就是我的囊中之物 用得住你做顺水人情 老子刚才被送虎他们殴打的时候 你不站出来帮我 你就是我的敌人 你觉得 我会因为敌人陪笑几下就放过 慕容家族今天也要付出代价 自断双腿 拿出慕容山庄赔偿 我让你们活命 不然你们慕容家族 有一个算一个 全都得死 钱少婷还上前补了慕容苍月一脚 想到自己刚才孤立无助 就杀气腾腾 慕容苍月惨叫不已 脸上憋屈 却不敢半点反抗 他只会把仇恨 引在慕容若曦身上 慕容若曦 都是你和狗东西害了大家 你要负责 快点钱少跪下 钱少婷的目光果然转移到 叶凡和慕容若曦身上 慕容若曦坐定我笼子中的狗了 没有人能够扭转这一局面 倒是这个外来户 我要想想怎么折磨 才能好好出一口我心中恶气 小子 先当中断第三条腿给我消口气 说不定我一时高兴让你死个痛快 不然我会让冯供凤削掉你四肢 再把你装入一个坛子里面 摆在我家地下室 天天看我遭见慕容若曦 钱少婷看住叶凡喷出一口热气 你和七曼青给我的食辱 我会十倍百倍讨回来的 哈哈 七曼青叹息一声 我以为你今晚吃了那么多亏 怎么也该长长记性 没想到记吃不记打 我都跟你说过 叶少是我贵人 恩人 你也吃了叶少那么多亏 怎么就还敢大放厥词呢 七曼青摇头 看来上帝欲使其灭亡 必先使其疯狂 是实打是真理了 贱人 给我闭嘴 钱少婷喝出一声 我管你什么恩人 什么贵人 我一个冯贡凤 就能把你们全部打死 叶凡望着冯贡凤笑了笑 他 确实有点厉害 但还不够格跟我叫嚣 我一只手就能碾压他 冯贡凤声音一沉 小子 狂妄 一只手碾压我 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 好 你这样一行求死 我就先成全你 鹰找手 冯贡凤怒吼一声 接着身子一盏 摆出一个苍蝇飞扑的态势 砰砰砰 就在这时 门外突然传来了一阵刺耳动静 接着大门砰的一声 被人狠狠撞开了 几个前世高手惨叫住 跌入了进来 身上重弹 全是鲜血 抖动几下就没了声息 一伙带着恶狗面具 跨住行李带的男子 杀气腾腾闯入进来 其中一个带着红色狗头的男子 宁笑出声 大家好 我叫陈桂林 从这一刻起 慕容山庄被我们接管了